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的校車 在台北市的文山隧道 一次打滑擦撞隧道牆壁 造成兩名學生受傷送醫 對此新北市教育局也延遲 考慮到了校車在兩個月之內 連續發生兩起重大事故 將要求校方提出完整的說明 還有改善措施 要是不改善的話 最重不排除 停招處分 一早來到康橋國際學校 進行校車稽查 因為校車半年內就發生兩次交通事故 新北市教育局這一次說重話 若校方不改善 最終不排除除以停招處分 教局延遲校方未積極改善 學生交通接駁安全 最終不排除除以停招處分 兩次校車車禍事故都有學生受傷 上次是車輛反腐 這一次是擦撞隧道牆壁 而事發地點還有時間都在放學後 北市文山區文山隧道 但公路局追查後表示 前後兩次車禍是不同公司 這一次是長榮通運有限公司 初步了解 校車的車級檢驗 還有投保狀態都正常 駕駛的資料也沒有異狀 但上次事故在警方深入調查後才發現 駕駛未受教育訓練 最後開罰兩萬元 並調扣事故車輛牌照一個月 因駕駛失控撞擊 內側隧道壁而造勢 針對民性司機實施酒測 尚無酒駕前逝 時隔短短兩個月 康橋校車連續車禍事故 將擔心校車安全性 質疑校方把關機制不夠嚴謹 學生放學回家的這段路 讓人無法安心 記得最後報道